三称本师圣号 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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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归一 归一佛归法归身 归一佛归法归身 归一佛归一法归身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公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心奏三遍 阿弥陀佛 Bulakate Pralasam kid Butiswah Gate,Gate Pralasam kid Pralasam kid Butiswah 大众请放掌 恭请老师开讲 各位同学 大家平安健康 老师平安健康 我们的课 现在今天进行到第几集 请杨菩萨念一下 256集 今天的主题 大小乘的大空说知奇异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那这个论文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我们花了很辛苦的一个历程把它完成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讲到十八空里面的大空 那这个大空的这个内容呢 非常的这个重要 因为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包括大空与无始空 所以那个请那个我们如为菩萨来帮我们念一下 第三章 大空与无始空之研究 前言 大空与无始空 前者探讨空间的极限问题 后者探讨时间的造始问题 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一堂课会包含两个内容 一个是讲大空 一个是讲无始空 那大空是讲空间 无始空是讲时间 那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永远离不开这两个元素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空间 好 先往下 在大制度论有关十八空的排列中 两者分属 第五与第十 本论文为了讨论上的方便 特别将指二空并为一章 大空的内涵 大小圣的见解有所不同 小圣以法空为大空 而大圣以十方空为大空 在论证上 龙素采明十方空的主要立场 乃是在世俗地上 肯定空间的实在性 而在第一异地上 则又指出空间的虚妄性 这两句话很关键 一样是我们对空间的一种态度 但是在大圣佛法里面 它一方面指出空间的实在性 相对的实在性 同时要指出空间的一个 本质上的虚妄性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 是一样是要谈空间 可是空间就有两部分 一个是虚妄的 一个是相对的 这个实在的 好 请往下 有关大空的论证 除了大制度论本身的资料而外 中论的官六种品 更有重要的发挥 中论透过可向法 有关认识形式的讨论 深入诠释空间的缘起无自信 这对于空意的理解而言 却有重大价值 这是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发现 我们光是从大制度的18空 去讲这个空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相对的参考 龙树菩萨在宗论里面 其中有一品就是讲相可相法 从对空间的一个认知里面 出现了相可相这两部分 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差异 然后从这个相可相法里面 去认知说原来空间 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认知的 好 请往下 无始空的内涵 重在澄清佛教 对时间造始问题的立场 时间有始 无始之观念 在哲学史上 曾有不断的对争 龙树产明无始空时 特别重视如何正视 有始与无始两概念的内在对立性 请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 你会发现这个论文一进去 我们就会碰到很多观念 开始慢慢地切开 比如说我们讲时间 那时间会有一个对立是什么 一个是时间有开始 一个是时间没开始 那有始跟无始又是一个对立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思辨上 我们要去训练自己的 你的思辨有没有办法细腻到这个程度 把有始跟无始分开来 而且把它处理得一清二楚 好 请往下 以及此一内在对立性 所蕴含的发生学的心理癥结 龙树同时 等一下 心理什么 心理癥结 癥结 这句话我是觉得很值得推敲 我想请明志兄你说明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这个概念的一个 这个内在的对立性 以及这个内在的对立性 它所蕴含的发生学的心理癥结 什么叫发生学的心理癥结 老师我对这个实在是不晓什么解释 那你老师在讲的是 刚刚是在讲那个空间的那个什么事 那是空间的部分 现在讲时间 这讲时间 时间刚刚不是讲一个有始跟一个无始 对不对 那是讲时间的部分 是现在要讲的 现在要讲这个 概念的对立性 所蕴含发生学的心理癥结 我说实在我不晓得 没关系 我没有要求你一定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碰到这些名相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开始去探讨 这个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叫发生学 我觉得这是我们上这个课 请大家特别用心的 因为这是博士论文写的这个内容 那么什么叫发生学 有一套理论叫做宇宙发生论 这个宇宙发生论 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 我们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 这个误解跟对立 所以我现在想把这个 有关发生学这个问题 跟同学们稍微讨论一下 我们在宇宙发生论这个问题上 第一个碰到问题是什么 宇宙发生论里面的那个什么 第一因 第一因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宇宙有没有一个 开始发生的原因呢 第一因到底是什么 第一因需要打一下 需要你打一下 你就打这三个字第一因 第一因 MARC 加粗放大 探讨这个第一因是很多哲学的根本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去探讨做时间的时候开始 有开始才会有低因 只要讲到一低因你就会马上讲到时间的开始 那时间有开始吗 或者没有开始呢 这里面的题目可大 所以我们刚刚说发生学的心理症结 症结就是一种病态 这病态搞不清楚就变成症结了 所以我们在探讨 这个空间的这个对立 从空间对立到时间的一个内在的这个对立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发生学的内涵的问题 怎么开始的 那这个对开始的一种推论 对开始的探讨 就变成一个这一项重大的课题 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上课会跟同学们谈的时候 原来这里面如果很多的话题我们放大 我们把它仔细去推销 牵涉很多小的问题 小的问题里面又发生更多小的问题 好 那么现在请往下念一下 龙树同时引进对峙西坛的理念 来解释佛陀可以在多处圣典中强调无始的理由 在无始空的论证上 中论的观本祭品也有严密的论证 本文将加以引述以为旁证 这里同学们可以发现 我们不但在讲大致多论 我们也在讲龙树菩萨 一个很代表性的论点 叫做中论 然后在中论里面就会有一部分怎么样 叫做观本祭品 我们去请问大家什么叫本祭 本祭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本就是本来 本祭 祭是刚开始那个地方 就是说探讨时间刚刚开始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那个叫本祭 所以龙树菩萨在观本祭品里面 就对这个时间的那个开始的原始点 他用很大的功夫在探讨 所以我们现在是让大家同学知道说 我们现在这堂课会牵上这几个很重要的名词 名相 那这些名相就涉及到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一些基本的认知 那这个认知弄清楚了就不难 如果弄不清楚你就会在里面纠缠 或被这几个名词 这个忙着这个团团转 所以这是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前往下一点 第一节 大空的内涵及其论证 假 大小圣的大空说之奇异 龙树在智论中解释大空时 首先指出大小圣的大空说之奇异 智论卷三十一云 大空者 生文法中 法空为大空 如杂阿罕大空经 说生因缘老死 若有人言是老死 是人老死 二句邪见 是人老死 则众生空 是老死 是法空 磨合眼睛 说十方 十方向空 视为大空 那么诸位有没有发现 对这个大空 在那个原始佛教声闻的 所谓的声闻就讲原始佛教 在原始佛教里面讲到的那个大空 跟那个大圣佛话里面讲的大空 它的定义 它内涵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接触到佛学的时候 对于这些名相的名词的这个差异 它的紫色的内容的内容范围 要明确的清晰的细腻的了解 我现在说一次 你知道了它的差异 就不难 如果一开始就混淆 那这越来越混淆 就纠缠 就变成一种思想上无谓的纠缠 所以这个请大家留意 那么 那么请大家记住 上这个课的时候 任何同学都有发问的权利 有质疑的权利 你如果有不清楚 这样你不问 那是你的过失 所以如果你问了 我回答不知道 那是我的过失 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所以这点请大家不要客气 就是说 我们现在会涉及到很多 关键性的名词 这名词内涵 指涉的内容是有差异的 那你如果不明白 没关系 你随时可以问 我们可以停下 把那个问题再放大 再重新再跟大家 仔细地再说一次 好 请往下 大空的食指内涵 大小圣的说法 颇有差异 以杂涵经说 大空指的就是法空 但依大圣的说法 大空指的是十方 十方向空 这两者的差异 就空意的 研究而言 并不重要 因为两者各有发挥 而小圣 即上引论文中 所谓深文法的 法空说 实际上以为大圣的 十八空说 所分别吸收消化 因此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 只是探究 两者的利润背景 是不同 重点并不在于 此一差异 是否蕴含 任何理论上的 优劣比较 注意一下 我们在以下的论文里面 谈到的 不在比较大小圣 这个说法 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好坏不重要 重点不是好坏 是他到底在说什么 你知道他说法的不同 就好了 重点是要知道 他的差异 而不是他的好坏 请往下 甲之一 小圣的大空说 以法空为大空 最早建于 杂阿韩 第297经 此经含义深广 值得仔细探讨 金云 云和为 大空法经 所谓 此有 故彼有 此起 故彼起 为原无名 而有行 原行 而有事 乃至 纯大苦 聚集 原生 而有 劳死者 若有问言 彼谁 劳死 劳死属谁 彼则答言 我即老死 我即老死 经老死属我 若是我 所言 命 即是生 或言 命 亦生 亦 此则 亦亦 而 说有 种种 若言 命 即是生 而若 见言 命 即是生 比犯恨者 所无有 若负 见言 命 亦 生 亦 犯恨者 所无有 于此二边 心所不随 正向 忠道 贤盛出世 如实不颠倒 政见 为原生 而有劳死 如是 生 有 取 爱 受 处 又入处 名色 是行 原无名 又行 你念得真好 这个断句很不容易 谢谢 好 请往下 若负问言 谁是行 行属谁 彼则答言 行则是我 行事我所 彼如是命 即是 生 或言 命亦 生亦 彼见 命 即是生者 犯恨者 所无有 或言 命亦 生意者 犯恨者 亦无有 彼此二边 正向中道 贤盛出世 如实不颠倒 政见 所谓 原无名行 朱比赤盛出世 若无名 离遇而生 明 彼谁老死 老死属谁者 老死则断 则知断其根本 如节 多罗树头 于未来是 成不生法 若比丘 无名离遇而生明 彼谁生 生属谁 乃至 谁是行 行是谁者 行则断 则知断其根本 如节 多罗树头 于未来是 成不生法 若比丘 无名离遇而生明 彼无名灭 则行灭 乃至 唇大苦俱灭 是明大空 修阳 你动那个字的时候 你们动大家好读 此经手段说明 所谓 大空法经的法 乃指指 十二支元启法 十二支元启法的内容 包括 无名 行 是明色 六入 促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十二支元启 就 其因果关系的时间层面而言 可批成为三四双重因果 十二支元启的运作 简单言之 有二门 一为流转门 一为环灭门 流转的定义是 此有 此有 故彼有 此起 故彼起 而环灭的定义是 此无 故彼无 此 灭 故彼灭 此 自为 言因也 彼 自为 言果也 此彼 即是 因果 就上文所引经文而言 经中所强调的是 离于二边 如实不颠倒正见 是转流转而为环灭的关键 一经义 凡人离于 彼谁老死 老死属谁者 这一类的无名之见者 极能归于环灭 一己所谓 无名离遇而生命 以无名灭 则行灭 乃至 纯大苦俱灭 经中所谓的 经中所谓 彼谁老死 是追问十二支缘起中的生命主体 也就是 我之存在 经中所谓 老死属谁者 是追问老死之法的主宰是什么 一经 义 所谓 大空法 十级义味 十二支缘起法 相 十二支缘起法 相应于空 关于此义 杂阿含 第二九三经 也有相同的发挥 经云 未必比丘 说贤圣出世空 相应 缘起 随顺法 所谓 有事故事时 有 所谓 有事故事事有 有事 事事有 故事事起 所谓言无无无情 有事故事事有 故事事起 所谓有事故事事有 grind 刑言试 延身老死 又悲苦恼 如事如事 存到苦聚集 乃至如事存到苦据滅 如事说法 這個是很早期的那個阿罕經的翻譯 所以這些翻譯的 有時候我們讀起來還不是很順口 因為這不是我們熟悉的語言 我現在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十二字元起法 明星兄記得嗎 十二字元起法 無名形式明色六入處受愛取有生老死 這個齁 這是講我們那個生命在輪迴中的一個 階段性的重點 我們生命 我們生命的這個 往前在推的時候 第一個出現的就是無名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很清楚去了解 整個元起法的這個內涵 所以我們總是在無名中心打轉 所以第一個是無名 然後從這個無名裡面呢 我們會有一個意識的發動 這樣要動起來 所以無名接下來叫行 行就講我們的意識的活動 那這個意識的活動呢 它會有判斷力 所以無名行接下來什麼 無名行四 無名行四 就是四別的四 意識的分別的四 無名行四 那有這個行跟四之後呢 接下來就有明色的活動 明跟色的活動 就是我們的身心 我覺得那個 這個是講到一個很細的 就是說 我們這個生命 其實是兩部分一直在交互的運轉 明跟色呢 它是兩個不同的成分 明是指我們的意識行 意識的活動 就像我們在良態裡面 我們附金母學結合的時候 它第一個出現什麼 是你的明 就是你的意識的活動 明然後色呢 請注意 明跟色呢 就是不可分 明是屬於精神性的 色呢 是屬於物質性的 所以我們在良態裡面 明跟色 就是父金母學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兩個是一起在運轉 互動 這是佛教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如果要講悲胎學的話 那個悲胎學最難那一部分是什麼 就明跟色交叉運轉 那麼這兩個在運轉的時候 無明 行 四 明 色 就是這個精神跟物質的一種 交叉的這個運轉 無明,行,四 明,色 六個 然後從這個明跟色 精神跟物質的互動當中 開展出六種元素 那個... 明清教有問題嗎 我們現在講到明色 明解的明,字的明 明不是這個明 明白的明 不是不是修 明對 無明對 行啦 行 不錯 明色的明錯了 明是那樣明是的明 對 對對對 我剛剛反覆講明色這兩個字 記住 明是指精神性的 色是指生理性的 物質性的 所以我們生命這個運轉 每一個人的生命 他都離不開明色 所以這個明色是在我們的 你看 明色然後接下來是六入 六入就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生跟心這兩部分 它開始分化 所以它就會什麼 眼耳鼻舌身 它就變成六入開始分化 這是我們生命的一個發展的過程 它開始分化 明色六入 然後接下來觸 就是說我們的身感觸的觸 對 所以我們的身心 開始具體的分成六入之後 然後它的觸 眼是看的 那麼跟眼相接近另外一個是什麼 眼耳鼻 耳根也開始起作用 眼耳鼻 鼻子也起作用了 然後眼耳鼻 鼻子也起作用了 然後眼耳鼻 舌頭也起作用了 然後眼耳鼻 舌頭也起作用了 液就是我們的意識的活動 這個時候的意識活動就更完整了 有更清楚的一個差別項出來了 所以 我們在講人的那個生理的發展 記住 我們的這個生理的這個發展 最原始的就是我們的無名 然後從無名裡面 欸 行 就是有一個身體的一個能量在那裡開始運轉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的視 你的差別性 然後明色 那就很細微的 身跟心的活動開始交互作用 然後明色 六入 就是六入裡面就包含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然後有這個六入之後 你的身體的感官能力開始 越來越細膩 越來越清晰 然後作用越來越明顯 觸受 所以請記住 這個就是十二支元祈法裡面 從無名形式 明色六入 觸 然後接下來開展出來 更具體的觸受愛許 所以我們在講那個十二支的元祈法裡面 你會發現從無名那個地方一個重大的關鍵 所以我們的生命的這個開展 就是以無名為中心 在那裡運轉 好 那我們先回到前面的那個論文一下 回到那個前面那個 對 OK 這個地方 對 OK 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請盧偉雄再唸一下 魏彼彼丘說 魏彼彼丘說賢盛出世 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這句話其實我們要拆開來讀會更清楚 就是說 這次在講阿涵經裡面 這裡面講阿涵經的二九三經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很清楚的 就是說釋迦牟尼佛 魏彼彼丘說賢盛出世 空相應 隨順法 雖然我們的生命十二次元起法在運轉 可是離不開 空相應 它本身沒有實體 所以它在那邊運轉 跟這個十二次元起法在那邊隨順運轉 然後這裡面的道理很簡單 就是兩句話 所謂有事事故事事有 就是有這個因才會有這個果 有事事故事事有 事事有故事事起 就從這個有 然後就會有現象 會有整個運轉的一個過程的流動 所以接下來就會有無名行元寺 那麼十二次元起法就開始 咱們流動 請往下 跳太快了 對 從那個地方開始 所謂無名 那個魏尾兄念一下 所謂圓無名行這裡開始 所謂圓無名行 圓行事 圓行事是圓行而有事 接下來 圓生勞 始憂悲苦惱 如是 如是 存大苦聚集 如是 乃至 乃至 如是 存大苦聚滅 如是說法 所以 生命的輪轉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話是在釋迦牟尼佛的說法裡面 一直在重複強調的 十二次元起法 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不斷地這樣在輪迴 不斷地在輪轉 好 那麼我們再回到剛才念的這段 繼續念 就雜案經 就雜案經的思路而言 大空就是法空 法是什麼呢 法就是圓起法 所謂法空 也可以說是空相應圓起 了解了雜案經的 請注意一下 整個圓起法 它的內容 你不要三個字叫空相應 就是整個圓起是與空相應的 我們凡夫的最大的顛倒是 我們以為 空只是概念 以為圓起就是圓起 空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這裡告訴你 整個圓起法離不開 空相應三個字 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對呀 了解了雜案經的大空觀 也許有人要懷疑 為什麼隆述在智論論文中提及 深文法的大空觀 卻引雜案經為證呢 難道龍樹有意把雜案經 判設為深文法嗎 事實是非如此 理由是第一 第一 深文聖的學者 在說明其思想主張時 總是以雜案經為依據 因此 龍樹在論聖 深文學者的思想學說時 不得不引述雜案經 以為討論的重點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 雜案經只是深文學者的專屬經典 正如泰國人習慣吃米 但不能因此隱身論斷 痴米的只有泰國人 第二 龍樹在其多種著作中 廣泛引述雜案經 可見他對雜案經的尊重 特別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觀論 甚而被認為是雜案經的通論 請念一下這個註解 映順在中觀經論一書中 廣泛引據雜案經 於說明龍樹在中觀論中 所欲全顯之主題 十集雜案經之思想 參見該書第二章 好 繼續 所論述的大制度論 更是多處真影雜案經 以上論述十八空的初三勝十 龍樹也引進雜案經的思念處法門 為之說明 由此可見 我們十無理由論斷 龍樹有意將雜案經 判設為聖文聖的專屬經典 如實而論 在龍樹的立場上 阿涵經與波爾經 同為佛說 一理相順而一貫 又哪有大小勝的分別呢 這當然我希望大家瞭解 我們不要以為 一提到阿涵經就以為這是小勝 我在這裡強調的是 在佛教裡面 阿涵經跟波若經 同樣都是佛說的法 這一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漢傳佛教一直有一個 慣性的思維 一講到阿涵經 其實是小勝的經典 沒有這個限制 他是大勝還有什麼 跟那個原始的佛教 都是共用這個經典作為 因為這是佛說的法 作為一個依據 請往下 早阿涵經 以法空為內涵的大空說 在社利佛阿比坦論 中也曾出現 社利佛阿比坦論 雲何謂大空 如比丘 一切法思為空 知空解空受空 以何易空 以我空 我所易空 如是不放易關 得定心住正住 是名大空 這段話簡單的說 就是大空這個名詞 只要出現在聲文聲的教典裡面 就是講十二之元七碼 所以這個跟後來大稱的經典裡面 把大空限定為是講十方空 有所差異 這只是用這個名相 定義這個名相的一個習慣性的差異而已 到底沒有什麼不一樣 請往下 得定心住正住 除了 慢一點 再往上 對 ok 除了社利佛阿比坦論 大比坡沙論的十空說當中 未見那空一詞 此外 大比坡沙論的別一本 阿比坡沙論也未將大空列入 甲之二 大聖的大空說 如上所述 大聖的大空說 乃以十方向空為內涵 隆述在自論卷三十一 中解釋十方空的命名理由說 問曰 十方空何以名為大空 答曰 東方無邊故名為大 亦一切須有故名為大 偏一切社故名為大 常有故名為大 異世間故名為大 令眾生不迷悶 故名為大 如是大方能破 故名為大空 於空破因緣生法 做法出法 見破 見破 故不明為大 四方 非因緣生法 非做法 威系法難破 故名為大空 以此論意 大聖所謂的大空 就是十方空 龍述指出 十方 因為它是無邊際的 便在一切處與一切社的 常有的 有益世間與眾生的 沒有一樣事物 能比它大 因此 將十方空 命名為大空 龍述認為 十方空之所以稱為大空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十八空中其餘的空 大多是破因緣生法 做法 出法易破 因緣生法 做法 是較容易觀察分析 進而予以關破的 因此 不及十方空 不能稱之為大 唯有十方空 是非因緣生法 非做法 微細法難破 因而稱 十方空為大空 這個是在一個說話的習慣上 為什麼到了大正經典的時候 只要講到十方 就用一個大字 沒有別的理由 那為什麼在原始佛教的聖典裡面 要把僧文法 主要是僧文法經典裡面提到的這些 全部都歸量在大空的範圍 這只是用詞的不同 這個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那個如偉兄們了解這個意思吧 很不好笑話 我慢慢來 我再說一次 只要是南傳佛教的聖文法的經典 他講大空都是講聖文法裡面的十二支元起 可是到了那個大正經典出來的時候 他講的大空是特別指十方空這一部分的 已經比那個所謂的聖文法那個範圍還要大了 就這樣子 這是用詞的一個習慣的差異而已 這樣不用混淆了吧 那個希望你明白嗎 嗯 你替我把話再說一遍好嗎 在那個雜寒經裡面解釋的大空指的是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 那在大正經典裡面所說的大空 是十方空 對 就是到了大正經典的時候 只要是講那個十方空間的部分 就把它定品為大空 那麼這跟原始佛教裡面 所謂的聖文的經典裡面 把那個大空限定在十二支元起法 就範圍不同 簡單說就這樣 不是很大的學問 OK 這樣你了解嗎 OK 好 好 請往下 老師可以解釋一下十方空嗎 我們後面就要講十方空 好 慢慢來 好 請往下 那路偉兄 龍樹同時指出 將十方空稱為大空 尚有另一重要含義 智論卷三十一元問曰 第一義空 亦能破無作法 無因緣法 細微法 何以不言大空 答曰 前以德大名 故不明為大 今第一義明雖義 義時為大 初世間以涅槃為大 世間以方為大 以世故 第一義義時大空 這是在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你講那個 把那個講到大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第一義空 你不把它叫大空呢 龍樹不知道說 把它講成大空也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就這個義理來講的話 它是夠大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那個空間 那個概念比較大嘛 所以通常講大空 我們是特別把它用在空間 講十方這一部分 所以這個只是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這個名詞在取名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點彈性 你了解這意思嗎 稍微有一點頭緒 有了嗎 有了嗎 那那個 希望再幫忙補充說一次吧 呵呵呵 這裡喔 你這個看書還是很細心的厲害 現在是告訴你說 涅槃當然是夠大啦 那為什麼那你不叫大空呢 它的意思啊 就是說這只是方便利民啦 沒有絕對性的 所以名詞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用這些名項的意思是因為 世間法裡面空間最大嘛 所以世間法裡面 講大空就特別是講 跟方跟空間有關係的 如此而已 我認為這沒什麼大學 那個請問一下那個洪軍了解嗎 你也不了解 句話就是第一億也是大空 第一億就是世間 就是講第一億空 對 就指第一空嘛 所以 第一億就是大空嘛 洪軍 這裡的意思 現在希望再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第一億也是大空 但是呢 因為第一億也算是大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不否定 你要用這樣也可以啦 也是OK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為了把這個名項定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我們只要講 大空 在大聲佛法裡面 大空就指空間 這是習慣性 沒有什麼別的道理 那你要講第一空 說是大空呢 濃出的道我也不反對啊 這樣講也是OK啊 洪軍了解嗎 好 請往下 一論亦可知 將十方空稱為大空 這是基於世間的立場而有的命名 如果從初世間的立場來看 第一億空才是大空 如實言之 十方空是否稱之為大空 並不重要 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大聖經 何以將十方欲納入為空義之要項 以及龍術如何論證 十方與空義相應 以方十方 現在下面這一段 就引進另外一個角度去解釋 為什麼大空這個概念 我們用的範圍是蠻大的 所以呢 就另外一個部分的意 就是這個項目的內容 我把它分成 這裡面有幾個名項 都是屬於那個大空的範圍 包括方 十方 方向 虛空法 虛空無為等諸名詞 我們有必要先就方 十方 方向 虛空無為 一 方 十方 方向 虛空法 虛空無為 這幾個名詞同樣 虛空無為這幾個名詞的用法 做一釐清 表面上看 這幾個名詞同樣指位著空間 Space 但嚴格地加以比較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這幾個名詞的用法 卻有差別 先論方與方向 容述在字論卷三十一論文中 對方與方向有如下的論述 問曰 若佛法中無方 三無為 虛空至圓境 非至圓境一所不赦 何以言 有方亦是常 是無為法 非因緣生法 非作法 威系法 答曰 是方無法 這裡我要說明一下 這佛學裡面最 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混淆就是什麼 就名向很多 而且名向太接近了 所以這裡是告訴你說 如果他們在問 問曰 如果佛法中裡面沒有這個方這個概念的話 那三種無為法裡面 有虛空無為 至圓境 就是入影涅槃的無為 然後非至圓境 也不能殘在字字裡面 非至圓境就是 不是經過殘修而達到的解脫的境界 這叫非至圓境 那也不應該涵涉在無為法裡面 所以何以言 有方亦是常 是無為法 所以你會發現 即使在隆述不在 他都覺得說 有一些名詞 已經弄得有點混淆了 所以他要特別加以理心 所以這裡告訴你說 有方亦是常 是無為法 非因緣生法 就是說空間這個東西 不是因緣所生法 這就在釐清 所謂的空間不是因緣所生法 不是說我要去創造空間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談這個問題 其實是很複雜 空間你怎麼去定義 你怎麼去定義空間 所以這就告訴你說 非因緣生法 非做法 做法就是造作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即使是現代的物理學 一講到空間 很麻煩的 像那個 英國的這個 物理學家 霍金 霍金講一個最新的一個理論 現在已經變成大家都接受了 叫黑洞理論 叫黑洞理論 明星兄你讀的書很多 請問一下 怎麼黑洞你的理解是什麼 我沒有勉強你講 我沒有勉強你講 但是你的印象中 我們現在講黑洞是講什麼 我理解是黑洞好像是一個宇宙的一個 它可以吸 就是說在你不聊 就是說我理解說 它好像可以吸收附近的 把附近的物資全部都會融蠟到裡面去 我目前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你看光是這個名詞就會 引起我們很多的討論 黑洞是什麼 它是一種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物質都是有形有像 是有很明確的這個內涵的 可是黑洞都是所有東西進去裡面 你找不到 見不到底的 所以像黑洞這個東西 還有現在有一個很新的名詞叫暗物質 暗物質是不是物質啊 看不見 我現在告訴你 這是現在物質有很多新的重大發現 所以像暗物質啊 黑洞啊 這些都是對物質來講 就是現在龍珠他在講非作法 非作法 還有呢 維繫法 什麼叫維繫法 我們沒有辦法分析啊 我們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明確的目標去說 這是什麼東西 維繫法 還有現在我們 柯南山有時候也會提到一個名項 叫什麼 量子糾纏 聽過嗎 對 很流行 量子糾纏 量子力學 我跟你講這都告訴我們 物理學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這個重大的發現 發現所謂的物質啊 所謂的物質啊 所謂的物質的這個活動的這個狀態啊 它很多是超乎我們的這個 意識分別的範圍 所以它都是什麼 非作法 維繫法 你說不清楚吧 或者我們剛剛用一個名詞暗物質 大家聽起來可能還清楚一點 所以現在告訴你 這一些都是屬於方 太大了 因為這個範圍太大 我們講不清楚啊 了解嗎 我們要承認 我們現在熟悉的知識範圍裡面 其實沒辦法把這些東西包裹進去 包括方這個東西 空間這個東西 不是故意講不清楚 是它的範圍太大 大過於我們的一個認知的範圍嘛 就這樣子啦 這樣OK嗎 因為洪君喔 你是學那個電子 洪君你對我們剛剛的講法有什麼看法 就我所了解的就是 我們以前念書都是有子子 電子 中子 然後其實存在空間裡面 它還是有一個 就是一個大小 可是 真正 在我們 這個 物質上 更大的是那個空的 就是說存在 那個空本身 是更大的範圍 那個粒子還是更小 然後 然後 所以說 目前 這個 最小的粒子 它本身也不是代表 能代表整個物質的 其實更大的空間就是那個空的範圍 洪君現在告訴我們就是一個東西 有很多 超過我們目前的物理學解釋的範圍 所以那一個超過那個範圍的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無以明知 所以現在講一個quantum 就是講粒子 你看粒子那更微細 更微妙啦 所以我們講那個量子力學裡面 講到那個量子糾纏 量子糾纏多微妙啊 它可以心物合一啊 它可以把心靈的這個作用都寒在那個範圍裡面 因為它有心理的作用啊 所以前兩天那個我們那個 黃世民大夫 他還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講到那個量子糾纏的微妙 我們以為量子是一種物質嘛 現在我告訴你 量子糾纏也是超越了物質的範圍 所以我跟你講這就是隆子糾纏了不起的地方 我們現在講這些東西 講了半天 都已經漸漸的不是講空間而已 還講到超越物質存在的範圍 所以這是兩千多年前講的嗎 兩千 一兩千年前講的東西 所以那個楊菩薩我想你這些方面知識也很茫糊 跟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很豐富 但是我理解的我不曉得這個空間啊 很大大到至於那個虛空嘛 所以老師我是很想問你說 這個虛空啊應該怎麼去解釋 怎麼去解釋這個虛空 虛字怎麼去解釋 你不要考我 我們現在瞭解一點 我們現在這一段文字很妙在哪裡呢 問曰 若佛法中無方法 就佛法裡面對空沒有辦法定義的話 他就問三個無為法裡面 有虛空無為 有責媚無為 那還有非責媚無為 怎麼解釋呢 所有這些東西都超越我們的知識的範圍 你必須承認有些東西是超越我們目前知識的範圍 然後你就不要去討論那一部分啊 所以他就接著跟你說 有方意思常是無違法 無違法 非因原生法 非因原生法 非作法 為細法 維繫到我們沒有辦法用語言文字來分析 所以我跟你講 龍柱他就是把話講得這麼白了 這個就是超出我們目前知識的一個描述的對象 描述的範圍 那我們就要有這個理解說 原來如此就這樣好了 總覺得知道這意思嗎 老師請問一下 如果是說這個已經超出我們的這個 有些認知或者說你能夠理解的範圍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是比較安全一點的做法 就是不要勉強解釋 不然會不會掉到細論的陷阱裡 你這話講得太好了 因為你說了太多就變成細論 因為不切實際嘛 沒有內容嘛 你沒有辦法把內容把它規範 但是有一點我希望大家要瞭解 不管是霍金的理論 愛因斯坦的理論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最近你去看那個大夜店的他有一些節目 已經在講愛因斯坦跟霍金的那個論述 跟我們對宇宙的所謂的實體的認知 把我們那個範圍拉大了 所以這些東西你要承認 我們目前的知識是有限的 你越過那個範圍要去討論的話 就是讓自己陷入細論嘛 不是細論就是無知嘛 所以我剛剛跟你說 黃世民在乎有一天半夜給我發一個訊息過來 講到那個量子糾纏 量子最微妙 量子糾纏最微妙在哪裡 是因為量子 我們談到已經到了心理的作用了 就是我心裡面想什麼 它會在那個整個量子的這個運轉裡面 它會感應啊 這已經不是量子已經不是物質的東西啊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麼多 其實是告訴我們要打開我們的知識的範圍 知識不能再侷限在有限什麼空間啊 物質啊什麼這類不夠了 洪軍剛剛講的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我們講這麼多 不是要讓大家陷入一種知識的恐慌 或者是知識的虛無論 不是 我們是告訴你知識範圍真的是無限大 大到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保持更開闊虛心的態度 去瞭解有這麼一回事 特別是現在最時髦的想像 量子糾纏這個名詞 我三年年開始接觸這個名相 哇 發現這學問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越保持這個虛心 我們越來這個知識的開展的那個內涵 越豐富 OK 我們作為一個現代的人 對那個現在物理學方面很多新的 重大的發現跟論述 我們要努力去了解 所以那個剛剛提到 有關那個 現代物理學裡面談到黑洞啊 談到暗物質啊 這一些我們要慢慢的去了解 包括量子力學裡面 量子糾纏的這些論述 這些論述 我們要努力去了解 我們要努力去了解 那麼 我們要努力去解 我們要努力去解釋下 我們要努力去解釋下 提出適合幫助他們 呼吸 cambio 摩赫言法中 以世俗地固有 第一意中 一切法不可得 何况方 请注意一下这两句话很重要 讲到方 讲空间这个东西 在声文的经典里面不讨论 没讨论过 所以这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 第二个 摩赫言法里面 世俗地固有 第一地固有 在世俗里面有谈到方 但是在第一里面 一切法不可得 哪来的方 所以在大圣佛法里面 也没有讨论空间问题 这我们要承认有这么一个事实 就是以前没有谈论过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现代的物理学里面的这些名词 刚才提到了 像空间啊 或者是我们讲暗物质啦 或者讲黑洞啦 所以我们目前佛法没有谈 没想到我们是承认我们没有谈过 我们对这部分需要吸收新的知识 这样就好啦 就没问题啦 好 请 如五重合合 甲民众生 方亦如是 事那照色 合合中 分别此间 彼间等 甲民为方 注意 所以方这个字喔 在这个一般的语言里面 有没有这个名词 有啊 这个 事大合合所照 分别这里那里 当然有方嘛 太阳出来的地方叫东方嘛 太阳这个落的地方叫西方嘛 有没有方这个名词 有啊 如是等是方向 就是我们承认有方的像 就是方位的像 这是我们承认的 事方 自然常有故非因缘生 但是空间这个东西啊 它自然常有的 因为你有一个相对关系嘛 有相对的空间关系嘛 非因缘生 亦非先无今有 今有后无 故非作法 非现前之故 惟戏法 这个就是超出我们的一个 知识性的一个范围 好 所以下面这一段话请 如果有用把它念完 一论意 日出处四则东方 日末处四则西方 如是等四方向 四方 自然常有故 非因缘生 亦不先无今有 今有后无 故非作法 非现前之故 是微细法 一论意 方指空间之全体 而方向指空间之部分 这个是我下的定义 就是在龙处的 龙处普大 这个大字论里面 它只要谈方 去讲空间的全体 它都讲方向 是指空间的某一个部分 比如东西南北等等 所以前者相当于 现代化里面的space 空间 而或者相当于现代化里面的方向 direction 还有方位location 方的含义 涵盖范围 大于方向 于两者指位的范围有别 所以不容混同用之 准前所谓的东方西方 也都是指方向 严格来说 方向包含以方 而不等于方 所以这次我们给他下了一个定义 那么后面的这个论述 我们下一次上课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那么我想今天非常难得 那个我们如伟兄 准备了那个佛陀本生坛 有一段论述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是释迦牟尼佛割肉未因的 这个一个神圣故事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如伟兄 我们三宝好 老师好 各位同学 菩萨 大家 晚上好 大家晚安 好 那么今天谢谢老师 在这边给我一个机会 跟同学一起分享我们这个佛陀本身故事 是割肉未因 割肉未因 割肉未因 真的很谢谢 这个割肉未因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在东黄壁画里面 这是很经典的代表作之一 东黄壁画里面都有的 師匹王菩萨 割肉未因 佛陀本身故事 師匹王 国王啊 无量节以前 師匹国王 發了菩提心 那我这边这幅画就是发菩提心的 那当然我这画总共有十八幅 十八幅插画 这个绘本的故事总共有十八幅 我就截略了 然后七幅 因为空间的关系 十八幅不可能全部摆得下 那师匹王发菩提心 各位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菩提心要怎么画 画不出来 不可能画出来 这太抽象了 概念上太抽象 好 我用一个菩萨的大角 代表菩提心 菩提心表示心量很大 那拿这个 这个 第四天的鞋子来做对比 他觉得我跟这个菩萨差太大 这个反差很大 用这个来代表 因为这个很抽象的东西 你一定要用很具体的事物 让看的人了解 各位同学 大家知道 我这个插画是绘本 注意是绘本 还不是插画 针对小孩子的 给小孩子看的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不用看 小孩子看 这是小孩子看的 小孩子不知道菩提心 你跟他讲菩提心 他不懂 你画一个大角 他自己有角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 是这样子 那这个 第四天王五衰象陷 五衰象里面大家都知道 什么头上花围 不乐本座 夜下出汗 安 什么光又没有了 深光也都没有了 一大堆现象 那他知道他自己要堕落了 他知道他很惶恐 因为堕落大概都是三恶道 这个不往上升 只会往下降 惶恐 那他旁边的侍从 匹首结膜 就告诉他 你现在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你这个马上要堕落的问题 只有找大菩萨 发了菩提心的大菩萨才有办法 他说我去找谁啊 他说那你去找到这个 撕痞王好了 他发了菩提心 那这就是一个菩提心的代表 那他说 这个他的菩提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关键在这里 真的才管用假的不行 他说那我不确定啊 他说 平手结膜就告诉他说 真的啦你放心 他说那我要确认一下 勘验 他到底是真还是假 真的我就没话说了 假的就 那就提都别提 那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好 匹首结膜跟第四天 我们两个测试一下 这个撕痞王 他发了菩提心 到底真还是假 那第四天说 我变成一只老鹰 匹首结膜说 他跟匹首结膜 你变成一只鸽子 我们找一个机会 好 演一场戏 测试 他的不力竞争还是假 那好 机会来了 当然他们天人都可以 算得出来 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国王他的 经过哪里 做些什么事 都一清二楚 天人他有这个能耐 好 有一天 撕痞王出去 跟随从一起出去 那这个时候 第四天呢 他真的 就跟匹首结膜 两个变成一个狮子 不是 一个老鹰跟鸽子 他就 鸽子 就飞到 这个 撕痞王的怀里 然后呢 这个老鹰呢 就追 追过来 他就拒绝 我要保护这个鸽子 你不能吃他 因为他这个鸽子向我求助 我要帮助他 他现在有生命的危难 马上就有生命的危险 那老鹰就说 他说 那是我的餐点 我不吃 我就要饿死 你把鸽子救火了 把我饿死了 他说 那你这个算什么 保护众生的国王啊 对不对 你不够资格 他说 你要吃肉是不是 那当然 吃肉 那很简单啊 我的御厨厨房里面 什么肉都有 鸽子肉 猪肉 羊肉 牛肉 鸡肉什么肉都有 硬有进有 那你 我马上派人去拿 给你吃 鸽子说 不行 我要吃的肉 是要当场吃 活的吃 我在吃的时候 他还在呼吸 这种肉我才吃 好 我这边就画了很多了 吃兔子肉啦 吃鱼肉啦 吃蜥蜴的啦 吃蛇的啦 等等 就用这个来代表 所以说我在吃它的时候 第一个 我要看到红的流血 第二个 它还在呼吸 这种肉我才吃 你那个厨房里面的肉 我通通不管用 齁 這個 獅子比王一听 出这种题目啊 他想说 好吧 那 我成全你 我的肉割给你吃 可不可以 好 這可以 但是有个条件 郭王你身上割下的肉 跟鸽子的肉 跟鸽子的肉 重量要相当 郭王说 没问题 鸽子很轻嘛 身上随处割幾块肉 马上就 那个重量就一样了 因此呢 好 拿一个秤 准备 头 开始鸽肉了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画面是给小孩子看 尽量不要画正面 太血腥 小孩子会排斥 心会排斥 側面 側面 不能太血腥 这是画图画的人 必须要考虑的 这个威系的地方 非常重要 你如果画正面 太血腥了 小孩子排斥 他听都不愿意听 看都不愿意看 所以一定要画侧面 一定要画侧面 从侧面画 我这边也是侧面 这个呢 即使正面也遮盖了很多 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OK 好 割的时候就割了很多了 这个什么大腿骨上了 身体比较不重要的部分就割 割了很多了 这个食品王一看 我这个重量已经割的差不多 超过他好几倍了 结果天秤还是倾斜的 对不对 还是割子比较重 我割的肉反而轻 这个不合常理 当然是因为第四天王跟皮手结末天 两个用神通的力量促使这样 为什么呀 考验他 勘验他 故意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逆境的时候 哎呀知道 那条纲也故意的 来考我的 OK 国王这个时候他觉得说 我身上割再多的肉啊 没有意义了 你割再多肉 割下去他也不能平衡啊 国王就说 好啦 不用再割了 我全身给你吃可以吧 我也还在呼吸 那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老鹰说 全身 你也要上去啊 剩量 剩你全身重量跟割子重量能不能平衡啊 我要确认这一点 好 整个这个时候 因为他割的身体 自己支撑不起的力量 割的受伤很多 流血过多 叫别人扶他 这个扶他 各位同学 这个画面我跟大家说 这个画面我是参考 罗浮宫名画的画面画出来的 我自己想不出来 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我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当然是要感谢三宝 那三宝随时送资料给我 我参考这些画面 都是罗浮宫的名画的画面 是这样的关系 我自己没有这个能耐 那么把国王放在肾上完全平等 一平等以后就表示 老鹰你可以来吃我了 我全身给你吃 我的重量跟割子平等平衡 重量跟他一样 这个时候第四天跟匹首结膜 我知道这场戏到此为止 不能再演下去了 不能再演 这个时候他们就恢复 他们本来面目 第四天匹首结膜 恢复本来面目 就问施脾王你为什么肯这样做 那施脾王说我发了愿了 这个身体是我达到我愿望的工具 达到我愿望的工具 工具随时可以换 随时可以换的 但我的目标我的愿望是不变的 所以舍这个身对我来说 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这个已经超乎天人 第四天天人的认知范围 他为了达成他的目标 他的愿望 他把这个身体当一种 这种工具来使用 而且这种工具可以达到这种 最大的教育启发效果 实在无法想象 那么当然了 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做一个显示 他说我这个身体时间很短 就像这些以前金碧辉煌的宫殿一样 有一时之间好像很辉煌 但都会过去 我的身体会老去 没有用 这个金碧辉煌的宫殿 以后就是牛羊在这边吃草 以后就跟废墟一样 所以 那么就是这段对话 到这边 故事后面还有一些 那么我今天后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发挥 有些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介绍这边 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边 谢谢 我再占用一点时间 这个地方自授用结语 自授用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偏见 我自己个人偏见 割肉未因正不提 断臂求法杜群迷 断臂求法他知道 禅宗达默初祖跟 慧可大师二祖的故事 同学就问说老师 这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梁连在一起 都是刀子见红 都流血 所以我把它做连结了 天地利心名有赖 万事太平清静吉 这个后面这两个是截曲 从头念吗还是念后面这两句 好那我们一起练一下 字看得清楚吗 可以 好一起 二三 割肉未因正菩提 断臂求法杜群迷 天地利心名有赖 万事太平清静吉 压医运 七诀 七言绝句 天地利心名有赖 万事太平清静吉 这两句是套用 宋朝理学家张宰的西明 他的两句话 为天地利心 为生明利命 为往胜即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套用 好了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三宝 阿弥陀佛 感谢感谢 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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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众请合掌一起回响 种种业力俱庄严 正行逆行无碍行 正回响入法流 当下圆融十旋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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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